有一首歌叫《每一次想你》 就是因为我喜欢 他在录音室唱了十几个小时 我在酒店等他 为什么还没下关 他一般四个小时可以唱一首歌的 录完 结果制作人打电话问他制作人 制作人说 他因为谦歌喜欢 所以他一定要唱好 甚至他都不愿意休息 这十个小时都没有休息 当然也把他唱伤了 他真正有二十年不敢唱这首歌 直到前年在一个节目里面 唱十累吧 突然的就弹了这首歌 说他喜欢这首歌 于是客户就跟着那个kibble 唱完 从头到尾整整地唱完这首歌 唱完就笑着哭出来 说我终于又唱了这首歌 大家好 我是姚天 我还是准备来搞着 去原谅我用我的母语 我认识第一次见到koko 是李妈妈介绍的 她带我到后台 叫声koko 这是姚大哥 可可从镜子后面探出脸 我一直记得那张脸 这几天 一直重复下 是个小女孩的脸 我跟她说 叫我签歌就好了 于是 我当了三十年 幸福的姚大哥和签歌 我觉得我很幸福 因为 koko唱歌目的 她最大的在意的事就是 她唱歌不是她唱得多好 而是听的人有多高兴 多喜欢 我在三十年里面 其中有三分之一 是跟她一起做音乐工作的 我很幸运 我可以跳我想要的音乐 给一个 我认为世界上最会唱歌的女孩唱 她可以先唱给我听 所以 我跟她两段的合作 第一段是她音乐工作的第二年 第二段是她在 美国发展也上了奥斯卡 之后她又决定再回到亚洲 好好唱中文歌的那个专辑 这两个起步都是我做 然后我可以很任性地选我喜欢的歌 她几乎没有拒绝过 每一首都唱给我听 而且都唱得我非常高兴 她唱歌就是要让听的人高兴 这是她一生一直在做的事 但偶尔也有点小意外 有一首歌叫 每一次想你 就是因为我喜欢 她在录音室唱了十几个小时 我在酒店等她 为什么还没下关 她一般四个小时可以唱一首歌的 录完 结果蜘蛛人打电话问了蜘蛛人 蜘蛛人说 她因为谦歌喜欢 所以她一定要唱好 甚至她都不愿意休息 这十个小时都没有休息 当然也把她唱伤了 她真正有二十年不敢唱这首歌 直到前年在一个节目里面 唱十雷吧 突然的就弹了这首歌 说她喜欢这首歌 于是客户就跟着那个keyboard 唱完 从头到尾 整整地唱完这首歌 唱完就笑着哭出来 说我终于又唱了这首歌 看那视频的时候 我觉得我 我真的是一个幸福的情歌 没有人比我更幸福 当然 客户不是四君四美 她是有弱点的 她很不会说笑话 因为她总是心笑 所幸她有世界上最好听的笑声 从我认识她那一个前 我就知道 所以前两年 我一直告诉制作人 趁她不注意 把她笑声录下来 因为世界上没有比她 更好听的笑声了 我放在好心情 这二十几年来 我心情失落的时候 我都会放好心情 因为前奏开始 就是她 那个接近于孩子 婴儿般 纯粹 清亮 而且 不带任何杂志的笑声 带一辈子的笑声 都是这样的 只是很遗憾的 我们在第二转合作的时候 她很努力的东西演唱会 在小地战演出前 声音没了 李妈妈用证据 就回了四个小时 她分离唱完 也拍摄下来 结果却被大国文化通知 就不减了 觉得 除了不合适 不会赚钱 这是我唯一 可以见她的地方 这个演唱会带着 现在还在某个 简介室的角落里 可我从来没有追问 最后的结果 虽然她前面付出 那么多的努力 这也让我 非常的愧疚 曾经看过一篇文章 提到一段话 这段时间特别深刻 她说 现在流行分离 但是我们都不擅长分离 的确 这四个礼拜 我也不知道怎么过的 我试着跟口口告别 用各种方法 直到前天早上 写了一段 跟口口告别的事 算是 真实的跟她告别 你是来过人间的天使 让昏暗的世界 有了清亮的名字 因为爱没有答案 所以你的歌声 回音绵长 继续解忧 继续安抚 继续扬善 因为 你是来过人间的天使 我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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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讨论